大家好 台湾第二次大停电 这个是在513全台大停电以后出现的第二次 17二晚间突然台电宣布 供电能力不足 于晚8点50分起分区停电 50分钟以后电力又恢复正常了 行政院人士澄清 此次分区停电不是因为缺电 而是因为故障跳机 导致同电网的区域限电 转备容量率是足够的 台电晚间突然宣布 自晚上8点50分起 开始采取分区轮流供电机制 原预估需执行两轮到10点30分 但因为入业后负载降低 宇达电厂一号机 电量已经达八成 那么卖辽三号机 升载至六成 那么台电宣布提前到9点40分 恢复正常供电 晚上大家你看没电了 睡觉吧 睡觉反正电力够了 对于停电一事 行政院人士今说明 依照原先规划 7月是一般用电高峰 因此都在5月排定机组 碎修包括核三厂的一号机 林口三号机 大潭复循环六号机 宇达的复循环二号机 大林燃气六号机和协和四号机等 机组大修 就是希望修完后7月供电时电量都可以上来 针对台湾第二次大停电 蔡英文也出来道歉了 总统蔡英文在脸书表示 对于今晚部分地区暂时暂停供电 我感到非常抱歉 大家都很难接受 短时间两次停电 连我也很难接受 蔡英文说 目前供电已经陆续恢复 不过不论是什么原因 台电都必须彻查并公布报告 向国人说明两次事故的原因 以及电力调度状况 蔡英文提到稍早经济部的说明是 今天早中午高雄宇达电厂一号机 因锅炉燃烧管理系统模组故障 导致机组停机 电厂虽然在14时25分排除故障测试完成 但点火重新升载并连发电需要时间 下午是靠着水力发电支援 而没有影响供电 不过到了晚上以后 因为水力发电支援减少 加上宇达电厂一号机还在升载中 因此发生局部短暂的供电状况 蔡英文强调 在台电系统自动保护设备 导致分区暂停供电的期间 行政院也动员应变 其中由内政部警政署开设指挥中心 加派警力在可能交通阻塞的道路加强疏导 并防范治安突发事故 消防署也全起戒备 因应可能的救援需求 谢谢辛苦的警察和消防同仁再次抱歉 蔡英文道歉了 那你看现在台湾疫情在燃烧 是吧 全台现在已经进入了紧急状态 新北台北 你看这个群聚感染 社区感染 然后还停电 很有意思台湾现在 就是有人讲过 这个海水退去以后 你才知道谁到底穿没穿裤子 对吧 谁是光屁股在游泳 这个像不像海水 像不像海水 退去了 对吧 全世界新冠疫情 这个海水正在退去 很多国家突然发现 我们这疫情好转了 我们逐渐恢复生活了 有些国家边境已经开放了 到这一看台湾光着屁股 像不像那个 像不像台湾光着屁股 全世界都好 连非洲国家都好转了 对不对 非洲国家疫情现在就好转了 全世界都在走出这个新冠疫情的影响 准备要恢复经济了 台湾一下子你看看 不光是这个屁股漏水了 连一些不该漏的地方也漏水了 断电还 整个台湾你看看 我觉得台湾有点像非洲 有点像非洲 我在非洲的时候 偶尔他给你断个电 你自己用柴油机 就是烧那个柴油的柴油机 发电机 每家每户都得背着 非洲有些地方就断电 现在台湾像不像非洲 你觉得台湾像不像非洲 台湾那种神话 被神话了 我们台湾就是发达 我们台湾就是发达 我们台湾No.1 是不是觉得有点成笑话 就跟非洲一样 这不就跟非洲一样吗 天天还吵着自己 No.1呢 台湾Can't help 你能help了吗 现在你赶快喊help吧 是不是 别人救救你 还没电 摸着黑 马桶都不能抽了吧 要断水那更恶心 断水那漏三点了 不是光屁股了 是吧 断水断电又有疫情 那台湾三点团漏啊 我那妈呀 全世界的焦点都在你这 全世界看看台湾 现在台湾就像裸奔啊 在整个世界面前裸奔啊 哎呀 我也不是挤兑台湾人 真的 我觉得台湾人挺可怜的 被你们这张虚假的宣传 你看看台湾的电视 天天 台湾No.1 新台湾加油 对吧 加油啊 没电咋加油啊 天天裸奔 好吗 这样是台湾 啥原因 你们台湾人不明白吗 你们之前的疫情防疫 到底怎么搞的 啊 还有你们吹嘘的 那台湾发达的那个电力 搞什么用爱发电 现在发现了吧 没电了 只能用爱了 只能有爱了 是不是 晚上就在床上爱吧 看能不能发出电来 摩擦 摩擦 在地板上摩擦 是不是 擦出火花 哎呀 有时看台湾人挺有意思啊 这这个小岛上啊 有很多西纪国外的事 我就把台湾人呢 可以单独列成一种观察对象啊 以后生物学家可以观察观察台湾那个岛 那岛民呢 岛上那些居民啊 他那个心里啊 是不是有一种 有一种奇怪的心理 总是觉得这个岛是No.1 总是觉得这个岛啊 世界第一 大陆什么都不如我们 现在看看 现在看看 像不像非洲 你看那个台台台台台湾那城市 灯一没有啊 一到晚上黑的黑灯下火那个样 像不像非洲 在家里边用爱发电呢 全民用爱发电 有时候台湾人不服 不服没用 我有时候见着台湾人嘴硬 现在每次都事实教你 全世界疫情在好转 台湾是继印度以后的 又一个爆发地 现在全世界都盯着你台湾 除了疫情呢 停电 三点全漏 现在 啥时候停水啊 那有意思了 那台湾可太有意思了 我觉得大陆人现在看台湾 我觉得像笑话一样 就把台湾当成